今天我們來到這間台中的順天黃會酒店 這間是我們台中的朋友 跟我們強力推薦一定要來住住看的酒店喔 它這邊是屬於公寓室的酒店 它這邊有游泳池、健身房、SPA 還有早餐跟晚餐 就是一整天都可以待在這邊爽背 那如果你也有在考慮這間飯店的話 那就跟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走 他這邊一走進來就很像住家的感覺 拉比 他這裡一進來右手邊就是個接待大廳 中間有一個沙發區 看起來應該是等朋友的地方 然後他們的餐廳就在這裡 你吃早餐、吃晚餐就都在這裡 他們這邊訂房是有附早餐的 如果說你要吃晚餐的話也有晚餐吃 這邊有銀丁飲料耶 我們去喝 這什麼飲料 有的你知道還有很多品乾耶 太好了吧 他這邊房間入口設計很有趣耶 還有一個小玄關先進來 就是放鞋子的把鞋櫃 真的耶 謝謝 哇嗚 這裡就有一個客廳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廚房跟洗衣機 還有一個中島霸台耶 我覺得你現在好像房仲喔 哈哈哈哈 看一下這邊 我們這裡呢還可以看到什麼什麼 你看 你現在這裡還有水果耶 這可以吃的吧 可以吧 他這邊送很多東西耶 有送水果 然後那邊還有送一堆的餅乾跟飲料耶 我等一下要來洗衣服 滿方便的耶 冰箱 要什麼有什麼 還有微波爐你看 這裡該不會有那個鍋碗瓢盆吧 有耶 真的有 你看這裡面有啤酒 有雪碧 有可樂耶 這東西不用錢嗎 不知道耶 去不去讓我來結論一下 也太好了吧 這裡一個晚上然後送這麼多東西 你看下面 哇 哇這什麼都有耶 還有煮東西的耶 這根本是住家嘛 一房一廳的格局 對 又開始介紹房子了是不是 再來讓我們探觀一下這個房間 這個也是一個Queen size的床 Queen size的床的大小都可以放得下去喔 可是他這個衣櫃是比較小啦 但這給一個人住的話應該還可以 一個人住的男生吧 一個男生 呃 如果多一個女生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真的把我們當作在參觀房子就對了 這裡真的是很像住家耶 真的 再來看一下浴室 是有一個圓形的浴缸 我的左邊是沖倒的 右邊是馬桶 它有一個起來 來看這裡有什麼背皮 就是一些基本的沐浴組 然後牙膏牙刷刮鼓刀 差不多都是這樣 吹風機我要看是吹風機 又吹風機 嗯 M-E57 HANA SONIC的 美麗你看這外面還有陽台耶 根本就是一房一廳一位一陽台 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們兩個人生活的話 好像還可以 如果說不生小孩的話 對啊 嗯 很舒適 但其實我覺得這間飯店算不錯 以這種一房一廳的格局 在台北你要住這種一房一廳的格局的話 可能真的是要上萬了飯店 對啊 這也很好耶 我可以坐在這邊剪片 然後這邊看個外面窗外的風景 邊剪片邊看風景 剪片不是我剪的嗎 是 嘿嘿嘿 他們這邊的游泳池 就是在飯店的頂樓 21樓 那他這裡的開放時間 是從早上7點到晚上的9點半 所以要來的話要注意時間喔 他這邊啊前面直走的就是游泳池 然後健身房在游泳池的右邊 這邊要GoSpa的話 在這邊有地方可以GoSpa喔 我們現在來他們的頂樓游泳池這邊 看一下他們的游泳池到底有多厲害 然後來看看這裡能不能看到夕陽 哇好多人喔 網美們滿滿的網美們 對不起 我不是來參觀游泳池 我是來參觀網美 好啦 他這裡游泳池其實不大 就是在飯店的頂樓 然後游泳池旁邊有幾個舒服的躺椅這樣子 但重點是呢 他這邊游泳池可以看到市區的景 然後還有日落 所以吸引了非常多的網美們來這裡拍照 看一下他就躺在這裡睡覺 然後那邊就是這個景 超美的 那我們現在來順天黃會的這個餐廳 來吃他們的晚餐 來吃吃看他們晚餐有什麼樣的東西 這裡的餐點就是有 主食就是有意大利麵 然後有湯品跟沙拉 這三種類 那如果加點套餐的話 就是加189元 那裡面就是有沙拉 還有我們手工麵包跟他們的濃湯 還有需要其他的餐點嗎 沒有了謝謝 我們點這個是他們的凱撒沙拉加 烤雞胸肉 你覺得怎麼樣 吃起來還可以 只是沒有特別的福福 他的雞胸肉烤得很不錯 他這應該是在烤之前有先醃過 比如用不知道什麼醬子去醃過 之後烤完後呢 再去灑一些起司粉 可能是因為他跟凱撒沙拉一起做搭配的關係吧 所以他有灑一些起司粉 味道還蠻不錯的 他的麵麵蠻香的 這個分量也蠻多的 你看他上面就有灑一層起司粉 感覺就蠻好吃的 他的野菇蠻多的 不會只有一兩個這樣子 他這個松露野菇義大利麵 吃起來就有洋蔥的香味 還有香菇的香味 這凱撒雞胸肉沙拉我覺得好吃 他的雞胸肉烤得非常的香 然後這個松露野菇義大利麵 我覺得他的野菇去炒洋蔥跟蒜頭 這個也炒得非常的好 總體來說 這兩個東西都算是蠻好吃的 晚餐吃完後呢 我們來他們樓上的健身房走走運動一下 那我們去看一下那個游泳池的夜景 欸真的欸 他們游泳池這邊管他們可以看到夜景 好像很美很不錯欸 來看看他們的健身房長什麼樣子 他這邊就是有幾台跑步機 然後還有騎腳踏車 然後有一點做重訓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這邊最厲害的就是 你邊跑步可以看到這樣子的景色 哇塞我整個起雞皮疙瘩欸 你看你邊跑步在這個景色下面邊運動 多美啊 那你要今天跑步再去游泳嗎 沒關係我去游泳 他這裡的跑步機啊 可以看YouTube 還可以看Netflix 然後你邊跑步的時候 還可以邊看到前面這片景色 其實有比較少人欸 哇夜景厲害 可以游泳欸 看這游泳池是不是真的超美 然後旁邊就是夜景 嗨Melody 現在是晚上然後又加上現在是吃飯時間 所以游泳池幾乎都沒有人 就只有一兩個人 感覺就是包場超棒的 然後你看後面的夜景是不是超美 這邊有那個 桑拿是不是 對 那邊還可以泡蒸汽室的地方 喔 Yelly 看我們這後面 超棒的有沒有 裡面的電視還有Netflix 還有YouTube 還有Google 好啦那我們就Netflix 來度過今天的晚上吧 我們明天見 晚安 嗨早安 你怎麼也來了 來游泳啊 你看這個一大清早 我們來這游泳池旁邊的螃蟻 看這一大片的天空 我們現在要去吃飯店的早餐 那他就是飯店早餐的 然後還在房價裡面的 而且來吃早餐的話要注意時間喔 然後check in的時候 就要先跟他預約好 吃早餐的時段 他早餐的地方 就是在跟昨天晚餐 是一樣的地方喔 早餐還蠻多人的 他這裡的早餐 有一個餐車的沙拉區 就是有水煮蛋啊 跟水果 還有沙拉 他這裡還有這個 鳥鳥的小起司欸 他這邊熱食區還蠻豐盛的 有這個炸物拼盤 然後還有燒賣 現在還沒有放進去 你要吃菜啊 吃香腸培根啊 吃炒蛋 這邊也都有 這個板條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樣子 他這裡的麵包區 還有很多董類的麵包耶 你看還有這個董盤的 所以這邊就可以選擇 你想要的廚藝 你要放在這邊烤嗎 飲料呢 就是這邊有牛奶跟豆漿 然後你要喝咖啡的話 在這邊 最後呢就是你要吃喜瑞爾啊 喝牛奶喝豆漿優格 這邊也有 這裡的早餐很豐盛 麵包種類超多 對啊我也覺得很不錯 以我們這個價錢 然後有這樣子的一個早餐 真的是很棒 我拿來他們的熱食 他們這邊東西超多的 根本就是可以直接在這邊 把中餐一起解決掉 我們退房了 那我們接下來會去順天還會附近的幾個拍照點 走吧 Check out後我們第一站來到這間分子藥局 那這個分子藥局 就是在台東歌劇院的對面而已 它這邊真的是一間藥局 它是真的有在賣藥的 可是它這邊一進來啊 就不會讓你感覺到有藥的味道 就不會讓你有那種進到醫院 或進到藥局的那種壓迫緊張的感覺 而且你看它這邊還有得到這個設計獎 這藥局也太美了吧 還有二樓耶 然後還可以走旋轉頭梯上去 真的這裡應該是全台灣最美的藥局 它這裡還有賣咖啡耶 而且它這裡的咖啡是他們自己的藥師 親自手沖的喔 接下來我們來到距離分子藥局 沒有多遠的這間Tukaya的書店 那這間書店呢非常的美喔 那它就在五寶村的旁邊 看看這氣球小狗 一隻你知道多少錢嗎 45萬 好想要吃個氣球狗狗喔 不用 它之前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頂樓 那邊有展覽一隻大隻的 也是氣球 就是打了一樣的放大啦 會破掉嗎 不會啊 它就是 它就是紫器 金屬化紫器做的 它這邊二樓一進來啊 右邊就是書局 然後左邊呢就是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很厲害喔 它有賣一個和牛漢堡 聽說是跟日本沖繩合作的 菲勒利我想要吃和牛漢堡 你在這裡 這裡有賣和牛漢堡 一個要400塊錢 400塊錢的漢堡 好啦那我們這一次台中的影片 就到這裡啦 那台中呢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多好玩好吃的地方 一定是兩天一夜是玩不玩的 那這次住了台中飯店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空間很大 而且它的設計也蠻深淺的 我們這次住的那間順天黃會的酒店啊 一開始我們覺得 它少了一點點飯店那種高級的感覺 但住到最後呢 我們發現我們喜歡的是 它的那種酒店式公布的感覺 讓人一進到飯店 就有那種回到家裡面的感覺 真的很棒 對啊就很像住在家裡一樣 可是又不用打掃 然後又不用擱棉被 那我們下次有機會再來台中玩吧 那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那就趕快計劃行程準備出發完吧 掰掰